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联赛半决赛最后一场的比赛 三局两胜 前边宝格和紫禁城打成了一个1比1 这最后一场本来不打算做的 因为这场比赛他时间到了没打完 系统判的嘛 时间到了没打完 但很多小伙伴我看在评论区 老问我还私信问我究竟最后谁赢了 谁去线下参加总决赛 因为谁赢了 谁是可以在杭州跟曲夫孔庙去打一个线下总决赛 谁输了的话 直接被淘汰 就最后一场没做 没打完 一开始不想多 但问的太多了 给大家做个结果 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观赵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五宝林 女儿武装的双锋配合着无敌普陀再加盘斯 上的一个五宝林 因为观赵方这边化身是被翻掉了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四宝一的四嫂大头 你没听错 四宝一四嫂大头 女儿 无敌化身地府四嫂大头 就对面 带了个无敌洞 带了个无敌洞 又带了个四嫂大头 不是三嫂大头 鸟阵打鸟阵 由于对两方有地府的存在啊 所以这个一锁也是在对面的手里 观赵方没化身死啊 被搬掉了 第三场比赛紫禁城开始搬的宝格的化身死 前两场啊 紫禁城就没想过搬宝格的化身 我就跟你玩一个一比一 等到最后一场比赛 宝格没有化身死啊 那你这真难受啊 真难受 选择了用无敌洞来替代啊 用无敌洞来替代 双方打的五十个回合 药品就消耗了一半吧 你像对面女儿没有要是因为被观赵方那边盘丝 禁药给禁掉 高速高连 清掉观赵方的第一天 没有打出效果 四宝一 四扫大方 其实对面的思路啊 思路他也能理解 对战方他应该是想上一个 想走的是一个就无敌洞的金魂招 配合地府的小手王 我四扫大方也能点你 啊 四扫大方也能点 因为你不会贴保护四扫大方的伤害还是不错的 这这么想的 一个金魂招加一个小锁 然后四扫大方去空切 想法是不错啊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鸟阵他没有伤害位 其实这也是个大问题 对面地府狩猎还有两点零元平 就没有伤害位以后 也不是说点不死啊 就是 咋说呢 就是 点的太困难了 也能点啊 就是 点个十次能成功个两三次吧 大多数情况是点不死 你又遇上宝格这边给你扔了个五宝灵过来 这五宝灵这玩意儿 首先他整体的抗性都很高 这就给鸟阵大逃啊 又造成了不小的一个负担 金魂掌这波对面又想点 观众朋友的咒势不夺了 但咒势不夺了 这点了一把防御啊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点了一把防御 再卡上一个小四海 要多啊 在解除封印的时候又把小爽势解掉了 上了个碎甲刃 本嫂千军点防御 挠痒痒 点了防御更是挠痒痒 你说你这玩意儿咋的也啥 大堂手里也是一把漫天飘不出来 啊 50多回合全程没飘出过漫天了 这场比赛因为我去完广州啊 线下解除完武神坛 我们星期一那天刚好还在飞机上 晚点了嘛 飞机上 然后就没解除上啊 也没看 就断断续续的在车上看了一会儿 在回我们这地方的那个大巴上啊 看了一会儿 高速上这 网页卡 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会儿 就什么飘不出漫天 然后点个死人 当然 如果双方靠到最后 对面在绝杀方面是占点便宜的 大堂的爆发力 以及地府的小索 这个爆发力还是有的 前提你得先攒一个3.0元 1.0元没有任何爆发 3.0元再说吧 咬个铃铛 宝格这边是冲过对面一波的 可以看到宝贝消耗也比较大了 对面也是冲过宝格一波的 也冲过宝格 关键方宝格也冲过对面 双方身也没冲下来 这个阵容啊 双方这个阵容都挺铁的 你知道吗 都挺硬的 对面三个辅助呀 地府无敌化身色 三个辅助 你想冲它 也不容易 关键方呢 五宝灵 你想冲五宝灵 你也不容易呀 所以就打成这么一个消耗局了 打成这么一个消耗局 再起一个纸 心情放出来 由于对面有速度啊 对战方有速度 你想想前五的速度啊 对面拿了个一三四 关键方除了女儿村抢了个二所 下一个速度就武装官的武术了 武装官的武术 所以关键方完全没有控制 对面愤怒的能力 你这速度对面有地府呀 关键方完全没有控制 对面愤怒的能力 所以关键方宙世不苦啊 你知道吗 那紧箍咒打不出效果来 你控制愤怒 你怎么玩紧箍咒 对战方式 整了这么一个四嫂大头 也飘不出漫天 没什么区别 前后期他没区别 如果是个三嫂大头 后期他有一个质变 但四嫂大头没区别 开场啥样 你现在还是啥样 漫天也飘不出来嘛 没有成长性 四嫂大头没有成长性 然后也点不死个人 就双方就陷入了这种僵局 谁也拿谁没办法 双方就搁这干瞪眼 一会儿没事起个指 一会儿没事起个塔 紧箍咒又顾不出来 大头又点不死人 结拜吧 兄弟俩这个人耗 一个五宝零 一个三辅助 你看大家其实打到最后一个 因为鱼岛那边已经二倍灵被取护淘了 宝哥跟紫金神打成了一比一 这就最后一场比赛 又是一个线下赛 他那个决赛是线下赛 所以大家对于这么一个 决赛的归属权 资格 争夺的时候 确实特别的稳重 都不想 都不想被淘汰 所以双方整了这么一个 稳中稳的这种 这稳的 稳的也太稳了 稳的不要不要的 一个三辅助 一个五宝零 对面 又补了一个地厅 因为这个比赛 65回合是有绝杀时刻 而且最长是可以打到一个半小时 哪个先到 按哪个结算 这场比赛总共打了64回合 是因为一个半小时 到了 没有撑到65回合 没有撑到绝杀时刻 时间先到了 灵动 甩起 看看对面两个地厅 能不能打出效果来 神药 你别看双方 轻宝宝能力都不怎么样 观察方 轻宝能力比较差 对两方也无所谓 一个大抗 单大抗 轻宝能力也不强 但是宝宝 双方宝宝消耗量这么大 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换地厅 自己换地厅换了 把自己宝宝换下去 哎呀 宝宝不多了 水晶 再保一下 点防月 观照弯象 清掉 观察方一个宝宝 迫就个瘟 再清 还是继续清宝宝 这回冲着孩子来 也不容易啊 这清宝宝 继继续给笑脸 精神舍利 加上 再摇个铃铛 对面如果是个三双大抗 我跟你说 打到现在都豪达很多 他整个四宝 一四双大抗 闻所未闻的这么一个阵容 但你别说有可行性 因为尽管那么一顿分享 人家是有可行性的 金魂掌 对吧 配合地府的小死亡 能点 大团有空切能力 唯独的大问题啊 就鸟阵 这可能是个大问题 就鸟阵 你毕竟他没有输出位 你这缺了不少伤害 然后大团又漂不出漫天了 这也是一些大问题 双方聘地厅了 因为时间快到了嘛 因为时间快到了 双方聘地厅 五个地厅 对上三个地厅 五换位的一把阵敌 岁月在控碎面的地府 只要你小爽或者是无间地狱 开不出来就可以 别的无所谓了 偷龙转凤 再给五号位 罗汉盖起 金青放出来 有罗汉有金青 再砸掉一号位 对面是进攻方 观众方是防守方 观众方向来针对这个 走势普陀 有护盾 有罗汉 有金青 有金神舍利 有颠倒无形 想杀 法力厅 太难了 基本是老样 又把对面 五号位 脱龙转 对面五号位 是加过 站敌的 但五号位 被脱龙转 碰了 他们没拦了 再躲 再躲 咋不动 再吸收 关照 万象 把哈一手 就双方最后一回合 就这么耗过去了 就硬撑着 硬生生拿地厅 把最后一回合 给耗过去了 最后一个人没倒地 一个人没倒地 打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人没死 要不说我不想做 实在是兄弟们 问的太多了 最终 紫荆城是被判赢了 珍宝哥 被判输了 那这样就 紫荆城也 二比一的成绩 先输了一场 连赢两场 进入了县下的总决赛 县下总决赛 是对战的 屈服孔庙 是不是很耳熟 又是这两 又是这两 Americans 最后整形成赢了比赛 拜拜